美國總統川普的前競選陣營主席馬勒福特 以及競選助理蓋茨面臨特別檢察官提起的更多刑事指控 32項罪名的起訴書除了洗錢以及為烏克難親俄羅斯人士工作 而未有登記為愛國代理人外 又增加了逃稅以及銀行欺詐的指控 新的指稱說 馬勒福特在蓋茨的幫助下通過離岸賬戶洗錢3,000萬美元 並利用他藏在海外的財富在美國享受奢華的生活 而對這筆收入沒有向美國政府支付所得稅 馬勒福特和蓋茨都是對2017年10月的洗錢 以及為外國人的工作而未有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等指控表示認在 對馬勒福特以及蓋茨的指控 與川普競選陣營與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的俄羅斯串通的指稱沒有直接關係 對馬勒福特和蓋茨他 強調去沿東 部初 engagem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